美国加州近日持续发生多起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案件 根据了解案件都是同一人所为 嫌犯已被逮捕 位于加州湾区圣拉蒙附近的一家快餐店 在这个圣诞节假期期间 发生多名亚裔乘客 遭到种族歧视语言攻击的事件 当地警方表示这一案件并非独立事件 罪名嫌犯应在快餐店发表同样的种族主义言论而被逮捕 据圣拉蒙警方的新闻稿显示 来自克罗拉多州丹佛市的克拉已被警方拘捕 并以两项仇恨犯罪的罪名起诉 尽管在过去两年持续有反仇恨犯罪的运动 但全美的亚裔的处境依旧艰难 据加州总检察长办公室数据显示 仅在2021年反亚裔仇恨犯罪的数量 较前一年飙升了177.5% 洛杉矶县2021年的仇恨犯罪率达到了19年来的最高水平 2021年洛杉矶县举报仇恨犯罪从641起增加到786起 创下自2002年以来的最大增幅 凤凰卫视杨平均 李战青 洛杉矶报道